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受到匯豐拖累港股金組低開60點 其後走勢反覆向下 行指中五收部24,694點跌142點 國指中五收部12,005點跌36點 匯豐業績遠差過市場與預期 多間券商下調目標價 拖累股價到破底低過69.15 中五收部69.6跌超過3% 獨力拖低大市接近100點 恆新全年小賺4.3 股價亦跌超過1% 至於渣打的股價都受到拖累 跌超過4% 紐約極油再次跌穿50美元 石油石化股繼續下跌 中石油、中海油、中石化 分別跌超過1% 行政長官梁振英金組表示 自由行政策並沒有放寬 又表示會與中央商討收緊自由行政策 沙沙跌超過2% 卓越、東方標行、周大福跌超過1% 陸福亦跌接近0.5% 兩會將會下星期召開 鐵道股透露炒上 纜車時代升超過5% 纜車、筆車、中交建、中鐵建 分別升1%至2.5% 焦點股方面 中國光纖發營起 預計全年的淨利潤增幅扩大 股價做好價升超過3% 昂立江通訊預計 去年順利升大約3倍 股價今早急標3.5% 成交匯股份方面 中移動在除智日的數率流量增加 股價升超過0.5% 中午收報105.6% 收視之後將會有3分鐘視頻 再見